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这是我们看到这个呢是他飞机在下降的时候 这是飞机下降的时候是川普的儿子 埃里克川普在机舱时拍摄的照片 他就塑造了一个形象 完全塑造了一个故事一个形象 这是一种在怎么说呢 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一个非常到位的一种做法 川普整体团队在运作当中非常的专业 非常成熟 这是川普在离开新泽西的时候 在去机场离开新泽西登飞机的时候 是这样 这是他飞机guide ready 然后这是他的贴身的这个单拍摄内容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第一时间可以看到很准确的内容 这是川普到达米尔沃基在下飞机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现在他下飞机呢 就变成了他的这个就是他特勤人员的前一个后一个 第二 最后的那个人是他的是他秘书了 是他一直跟随他的一个人 就是在在国家机密档文件的问题上 遭到同时间被这个被这个联邦政府所控告 所以基本上他是现在从保安的角度来讲 他打升到了最高级 所以这就是今天川普的故事 在川普的故事呢 里面加里面有另外一个 这是川普在几次就是来贴出了这张照片 在他真相社会在在这个他的X账号上 在X账号上是委托别的账号来推的 团结美国 那美国要团结 你可以这么讲 就是那能够增加的内容呢 一个是他在下午的时候 今天在自己家里面 因为他住在新泽西的高尔夫球场 他在新泽西区又打了一场高尔夫 我很少打着没玩没玩过 他打了一场高尔夫 然后讲述了他的大概两个小时 跟整个球场的工作人员 大家有谈有笑 那那些有一个人是应该是他的球童 就是来来帮助他弄捡球啊 弄处理这球童 写了一段内容 在X账号上 他说很感谢很感激 很令人难以难以置信 因为他经历了这么大的一件事情 但是呢 川普本身的很 谈吐非常的 就是非常自如 精神状况也很好 也看不出是经过这样的一份惊吓 这么一个老人经过这样的惊吓 就他讲 讲述就是川普真是 保经风霜 保经事故 保经一切 什么都明白 什么都见过 所以他不在乎 那反倒是作为工作人员 因为那些在他的球场里的人 等于都是他的雇员嘛 工作人员却显得非常的 多少有些激动 因为总是老板差点 差0.05秒就被杀了 那在这里呢 为什么说讲差点0.05秒 因为在有关川普转头的 他就是密转头 在推特在X上也非常的火爆 在美国的媒体当中也很火爆 所以其中一个说法就是内战 美国内战 所以在X上 在昨天去人们搜索内容 就是美国内战 这样差0.05秒 美国内战就爆发了 而川普的这个 这一转头就避免了美国的内战 所以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蛮popular的说法 很多人制作了各种图表 中国人也制作了一些图表 在讲述他转头时的 那一份天意的所在 这是围绕着川普 那川普在明天在米尔沃基参加会 大概不知道他会不会参加三天 道理说应该是三天 就是十五十六十七 可能跟这个中共的那个三中全会 几乎时间是重叠的 他明确讲说他推迟了这个威斯康星的 周末的活动 威斯康星有一个机会的活动 他说很显然 他说我被要求 被强迫要求 要推迟威斯康星的竞选活动 完全出于安全的要求 那他在这点上相信 他必须听从国家在有关 对特勤局 对有关总统的安全 所设定的一些规范 一旦事情发生之后 那他必须按照标准的操作规范来运作 所以川普被迫就是取消威斯康星 但其实就目前来讲 川普取消不取消已经没有 没有就是他的他的竞选活动呢 取消不取消 可能他的取消呢 不输给他的不取消 这个应该是这样 奥巴马的竞选团队的 那个叫穆斯尔叫穆斯尔 在奥巴马当年他的八年来 两次的竞选团队的主要的顾问 他就明确讲说 大选已经结束 这是民主党的一个比较高级的智囊 他说大选已经结束 这没什么可讲的 在米尔伯基开完会之后呢 共和党人将扩大到 就川普会扩大到10到15点 再扩大到10%到15点 这个是不知一点都不惊讶 而且对民主党对拜登几乎不可能了 令人感慨的是呢 就是说在过去的两个星期里面 拜登跟民主党内部之间的活并 这种互不相让 川普无事可做 结果呢就一颗子弹 扭转了这一切 也他的意思就是说 今天在民主党来讲 换不换人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 而拜登在这种情况下 肯定更不会退去 他不会退去 而民主党再去换任何人呢 他说你除非换一颗子弹 他是真的 原话就这么说的 这个话呢是比较那个的 再换一颗子弹 就这样 他说这个事情就这样 你开了枪开了枪了 那川普如果死了 这事是一回事 没死可就是另外一回事 这东西没有 就是没有任何去除 这个原文是在 如果看原文 大家就到纽约邮报去看 那我个人在节目上 不太愿意去涉及两党之争 这种政治之争 在另外的NX里面 充实了整个有关政治上的做法 那个媒体呢 携手非常厉害 在我感觉非常厉害 他把一切都规划为政治 而其实他自己是最政治 然后他又去痛斥这份政治 他很坚决地站在了 选择了他的一边 他不喜欢川普 但是他 他那个匕首做法 让我感觉真是不得了 然后就想起来 梅兰尼亚的话 说我先生的爱情 我们家的爱情跟人性 被这些政治的机器所碾碎了 那个媒体联系了几篇内容 但其中一篇呢 我相信 他很敏锐 他说川普被塑造成殉道者 甚至被塑造成弥撒亚 他说是美国新教 应该是这个 就是美国新教的一个弥撒亚 他说这个实在是 他也承认没有任何办法 这个就给弄成这样 当然他不接受了 他认为这是保守派的人 或者谁是谁 大家去那儿去看就可以 我个人不太愿意讨论 但是呢 我们想跟大家分享的事实就是说 大选应该是结束了 除非再有更其他的故事发生 就是更加激烈 我想象不出来什么更加激烈 有些人去讲那些预言 有个2020年的10月份 9月份10月份 一个在美国的步道者 讲述了川普的对川普的预言 说川普将被暗杀两次 所以把那个说成是准确的预言 我个人不太这么远看 因为他那个讲述的是 他的一切基础是2020年选举的那个基础 他在预言中并没有讲述2020年选举的结果的那种令人惊差 他在预言中根本没有讲述那个部分 所以我不认为那是个科学 但很多人在用那个东西 这里我跟大家介绍 就是这样争论 但是呢 有关川普的另外一语言呢 是非常准确的 准确的令人不寒而栗 我可以这么讲 令人不寒而栗 我再跟大家分享 所以川普肯定会获得以训道者的方式 成为了美国共和党的竞选者 那而且呢 不出任何意外的话 肯定拿下白宫 这就是今天我们24小时之后 我们看到的故事 而他拿下白宫的说法 不是单纯 而不是说自己说的 而是这个他的对手说的 而他他所做的一切呢 非常成熟 运作的很成熟 而他自己在有关枪杀这件事情 包括特勤局的本身的被质询的内容呢 他只字不说 所以川普已经变得完全跟曾经完全不同了 基本上就是这样的故事 跟大家更新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 受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